大家好,今天带给大家最新的崩坏星穹铁道角色攻略 黄泉前瞻解析技能机制配对一期光追抽取建议的攻略 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第一视频是黄泉的技能前瞻分析和配对养成建议 作为第三位出场的雷系大C加上周年性Buff加持 强度一定不会让大伙失望 视频看完一定会有收获 爆肝许久,全篇没有废话,请放心使用 根据2.0前瞻直播的信息 黄泉的核心机制是围绕着蚕梦这种特殊的充能点 战技是一种扩散攻击 有一所以,这个召唤分身攻击 最后收刀的动作简直太帅了 也失踪可以看到左下角蚕梦的充能点数增加了一点 也就是叠了一层 除此之外,任意目标行动时 如果为敌人施加了负面效果 也可以给黄泉叠一层 具体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我方决策施加负面效果 特殊点的,比如黑天鹅、普攻或者战技 施加傲技、卡夫卡追击 弱点击破等等都可以叠成 第二种是敌人行动给敌方单位施加负面 比如灯笼鱼和虫子爆炸 冰胖给自己减防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四星存护光追 宇宙市场趋势 敌人打上去会给自己施加灼烧效果 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叠成的 最重要的是,BOSS的二连洞 如果都打到了带这张光追的存护角色身上 如果都触发了灼烧 讲道理应该是可以直接给黄泉叠加两层的 是否如此上限时特便能知晓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 那个气泡犬被击杀时 对所有的敌人都施加了猎伤 但是只跌了一层 说明不管一次行动 不管施加了几次负面 都只能跌一层 从演示中可以看出 左下角黄泉充能点数达到9点时 就可以施放大招 也就是开创了一条新的大招施放机制 这种机制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点是没有兽机回能和击杀回能了 第二点 所有充能或者充能效率有关的技能或效果 对黄泉都没用了 比较特殊的是 那个朝向死亡的boss 二阶段的全体满能量也没用了 第三点 魔女宇宙中一些能量恢复相关的 应该也无法发挥作用了 但是致时祝福 特殊的灌中脑机制 是直接白嫖一次大招 黄泉是否也可以生效 就要等上限时收后才能知晓 另外大招图标有个细节是 每充能一层 可以看到点亮了一朵花 并且颜色也从白色变成了特殊的粉色 非常的酷炫 然而更加酷炫 让所有角色更羡慕的是他的大招特效 大招一共有四段攻击 前三段是可以切换攻击目标的 并且可以看到左下角有增伤的buff 还显示为一层 所以黄泉自拐中肯定是有增伤的机制 黄泉的秘技也是一大爽点 可以直接斩杀小怪 不用进入战斗 奖励也正常返还 魔女宇宙也能触发 多个小怪可以消耗多个秘技点 连续斩杀 如果没有打到敌人 也不会消耗秘技点 这优化的也太好了吧 我哭死 已经可以想象到 有人用这个秘技赶入的画面了 配对方面 由于黄泉的叠层机制 需要队友给敌人挂负面效果 所以优先考虑的是虚无命途的队友 简单介绍下 目前的虚无角色在伤害上 能给到黄泉提供的帮助都有哪些 银狼 单体减防减抗 猪安武艺伤以及挂弱点 所有debuff程区都有提升不小 缺点是都是单体 而且存在转火问题 一般需要选择高速风套文娃克 利用多洞来提高循环和转火的灵活性 配拉群体减防 优势是如果携带蝶5决心攻追 可以对敌人全覆盖 提供58%的高额减防 自身充能循环快 耗点也少 瓦尔侧 只有行技提供的大招12%益伤 贵乃分 满命可以提供30.4%益伤 黑天鹅战绩20.8%的减防 一命25%的减抗 另外有黑天鹅大招揭入debuff时 在敌人二连中之间 释放黄泉大招还能吃到25%的抑伤 所以也是所有debuff程区拉满 有一命黑天鹅没有卡夫卡的小伙伴 可以尝试一下 没有一命就不建议了 综合看来 虚无队友最合适的人选有三个 分别是银狼 佩拉和一命的黑天鹅 但虚无角色提供的增伤始终有限 远没有铜鞋角色提供的多 最合适的当然是两位拉条角色 让黄泉可以多动叠层 提高大招释放频率 花火除了拉条和增伤幅度更高外 还有一个优势是1.9回合的爆伤覆盖率 黄泉大招也容易吃到buff 释放时机更加灵活 另外两命花火搭配决心佩拉 黄泉选择量子套 在有量子弱点的情况下 减防可以刚好达到102 此时量子套的收益很不错 如果未来有一位减防素质更高 还能提供减抗易伤的五星虚无角色 那么这个罪悟直接踢掉佩拉就行 这么看来 崩铁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佩拉呀 孙宠卫 前面介绍过宇宙市场趋势这张光追 射到敌人攻击时会给敌人施加灼烧效果 也能帮助黄泉叠成 所以推荐选择存护角色 带上这张四星光追 特别是杰帕德 资深有嘲讽行迹 授机概率更高 触发灼烧的机会更多 BOSS二联动甚至可能直接就叠两成 极要的增加了黄泉的叠成效率 仪器方面 外圈优先建议选择新仪器死水四件套 两件套12增伤 四件套提供4%暴击和12%暴伤 不确定的是黄泉自身战技 或砖5能否施加负面效果 如果可以 那么四件套效果翻倍 就可以提供8%暴击和24%暴伤 整体磁条素是遥遥领先 其他仪器的 并且颜色也是非常契合 明眼人一看就是为黄泉定制的 专属仪器 量子四件套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需要注意 佩拉和银狼一起上的话 减防就已经达到了95% 如果你说希尔身上的那套 极品量子套 能不能扒过来给黄泉 那当然是可以的 至于雷桑四件套 已经是时代的眼泪了 我不建议任何人刷取 警员和卡布卡都不用 设计最废的仪器 另外就是攻击两件套和闪剑了 有极品的可以用 总而言之黄泉的毕业仪器就是死水四件套 其他的都是过度选项 内圈 首先推荐的也是新仪器出云套 前瞻提示说 带有同命图队友时 可以给到装备者某些争议 虽然素质还未明确 但应该也是为黄泉量身定制的仪器 如果你有一套磁条好的停转 也是不错的选择 差距应该也不会很大 仪器组磁条 躯干选择暴击或暴伤 双暴注意配平即可 鞋子选择攻击 球选择雷伤或者攻击 注意保证攻击区和增伤区的层级最大即可 绳子选择攻击 副子条暴击大于暴伤大于攻击 光追方面除了专案5外 卡夫卡专案5 银狼专案5决心都是可以挂负面效果的 银狼专案5还能提供暴击和异伤 决心能够提供减防 基础白质太低 但需要注意一个严重的缺陷 这三张光追面对同一个敌人时 不能重复挂负面Debuff 所以此时就不能给黄泉叠层 实际效果会大打折扣 晚安与睡眠增伤数值高 只需要常住三个负面 如果对黄泉自身叠层影响不大 可以靠其他地方补齐叠层效率 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整体看下来 黄泉并没有非常契合的下位替代光追 有能力的小伙伴建议还是抽个专案5 抽取建议 主要看你有没有雷西 有几个雷西 练度配置如何 一般卡不卡玩家 得的队伍应该是成型了 混沌虚构通解可以稳定一路 不影响你抽黄泉 而对于有警员的平民玩家 李清分析来说 如果你继续抽黄泉 就会面临两者有艺人失业的情况 此时抽黄泉就得考虑一下沉没成本了 当然官方也是在各种地方暗示了 黄泉的强度会非常夸张 所以如果有能力不影响后续抽卡规划 抽个0加1的黄泉 强度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而除剑挡合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 记得关注再走